上节课讲到恐怖统治时期 这一时期一直从1793年4月 持续到1794年7月 最终 罗伯斯·比尔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看起来法国革命进入低迷期 这确实是 尤其是在法国人民看来 到了1795年 法国在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战争中 战况不错 法国与普鲁士西班牙停战 与普鲁士和西班牙和平共处 因此法国现在面临的两大主要敌人 就是英国和奥地利 因此法国正在逐步对付两个敌人 最终法国取得了胜利 法国取得了胜利 这也要归功于普遍征兵政策 此时是1795年4月 到了1795年8月 我换一个颜色来写 1795年8月 法国通过了新的共和国宪法 这是由全民投票通过的宪法 法国正式称为共和国 法国再也没有国王了 法国建立了一套新的管理体制 行政执行者是五位行政长官 因此行政执行者也叫做执行长官 因此这不是单独的总统制 而是由五个执行官担任行政首脑 五个执行官 立法机关 法国第一次实行两院制立法 这意义重大 法国议会有两院 有五百人组成的众议院 相当于美国的众议院 有五百名议员 五百个代表 我写在这里 是两院制 有两个议会 和美国议会制度是一样的 五百名议员组成的众议院 另一个是长老院 有二百五十名代表 他相当于美国的参议院 执行官是由众议院提名 提交给长老院 最终由长老院选出五名执行官 这五名执行官最终成为 法国的行政长官 这看起来很不错 虽然法国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 但是法国各地局势 仍旧是动荡不安 保皇党人不断制造骚乱 英国也在制造事端 英国袭击了法国西部边界处 巴黎到处还有保皇党人的残余 1795年10月 保皇党发动了起义 保皇党希望王室重新掌权 他们反对革命军政府 并且他们不仅仅是担心 王室的权势一去不复返 也担心他们被排除在当选执行官之外 一会排除皇室成员 所以在执行官制度完全形成之前 皇室成员在巴黎发动了起义 在巴黎发动起义 他们包围了都一勒里公 都一勒里公 前几节课讲到过 路易十六和马里安东尼 曾经被软禁在这里 后来这里被革命军占领 这幅画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这是三年之前的事情 1792年 国王和王后被囚禁在这里 几个月之后 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 现在情况不同了 现在在都一勒里公的 不是皇室贵族 而是革命军 革命军政府设立在都一勒里公 而皇室成员包围了都一勒里公 当时的局势 对革命军政府而言非常不利 革命军政府的人数 要少于皇室成员的人数 但是幸运的是 当时有一位年轻有为的军队首领 他发现杜曾经囚禁 路易十六和马里的杜一勒里公 被包围了 他认为 如果有良好的炮兵 那么革命军政府就可以突出重围 当时他是炮军的首领 这让拿破仑家喻互相 在土伦包围战中 拿破仑运用炮兵 镇压了反革命叛乱 因此三年后 他有经验镇压皇室叛乱 1795年 革命军政府在都一勒里公 而皇室反革命 企图占领都一勒里公 拿破仑利用作战经验 利用炮兵优势 他使用葡萄弹 像是一种设置在大炮上的散弹猎枪 虽然皇室反革命军的数量 要多于政府军的数量 但是拿破仑最终镇压了反革命军 虽然皇室反革命军在数量上占优势 但是政府军有大炮 我画一个 一尊大炮 里面装有弹药 这些弹药是一颗一颗的 看起来很像葡萄 所以叫葡萄弹 当把这些弹药射出时 他们可以向各个方向散落 因此 在大炮周围任何方向的人都有危险 利用这种葡萄弹 拿破仑拯救了革命军政府 最终执行官掌权法国 拿破仑又一次在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出现了 他很擅长利用不同的战术 并且他是一个傲慢自大 非常自恋的人 但是他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拿破仑更加出名了 1795年10月5号 拿破仑打退了反革命军 这就是蒲月13日 我的发音不准 蒲月是法国新力 代表十月 这件事使得拿破仑成为了民族英雄 更确切地来说是革命英雄 人们开始觉得 拿破仑非常的实物 但是当时 执行官们对拿破仑是心存提防 担心拿破仑会垂涎统治权力 拿破仑野心勃勃 非常的有能力 当时他对于执行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因此他们给予拿破仑权力 但是他们确保拿破仑远离法国 最终拿破仑被安排到了意大利 拿破仑控制在意大利作战的军队 当时法国仍在和奥地利英国作战 法国在意大利和奥地利作战 拿破仑当时是法铸意大利军队的指挥官 他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虽然当时和奥地利的战争 并不是什么大战争 但是和其他将军相比 拿破仑证明了自己 是个非常有创新精神 很擅长运用不同战术和作战路线的将军 拿破仑在意大利大获全胜 这一次他更加出名了 大家都知晓了他的丰功伟业 最终奥地利觉得 奥地利是不可能战胜法国的 法国很擅长作战 因此1797年10月 奥地利和法国停战 意大利的战争发生在1796年 拿破仑在1795年镇压了反革命军 1796年平息了意大利的战争 1797年奥地利又与法国停火 现在只剩下英国了 虽然和奥地利的停火只是暂时性的 这是坎波福尔米奥条约的规定 我写在这里 此时法国与奥地利停战 但是实质上法国是胜利的一方 法国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现在剩下的唯一敌人就是英国了 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 英国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 法国尤其是拿破仑 不敢在海上与英国交战 后来拿破仑做了一个有争议的决定 1798年 记住执行官们不希望拿破仑在法国的势力继续强大 他们认为好吧 拿破仑现在很出名 他确实是个不错的将军 他想干啥就干啥吧 只要他觉得是正确的就可以 拿破仑决定袭击埃及 其他人无法百分之百的确定 袭击埃及是出于何种战略目的 1798年 拿破仑从土伦出发 土伦就是当时拿破仑镇压叛乱的地方 他从土伦出发 经过马尔他 最终 到达了埃及 人们认为他之所以想要占领埃及 是因为当时 英国占领了印度 拿破仑想在埃及建立穆斯林联盟 这样可以结交一些穆斯林的叛乱分子 来对抗英国 尤其是由于拿破仑非常想认识地普苏丹 他可以帮助拿破仑削弱英国对印度的控制 但没有人完全知晓拿破仑的想法 袭击埃及可能只是拿破仑雄心壮志的一部分 他想去埃及 可能是因为埃及是一个雄伟的帝国 1798年 拿破仑向埃及出发 这幅画描述了他在埃及时的场景 他要去推翻马穆鲁克 在埃及建立的帝国 这是金字塔大战 拿破仑又一次取得了成功 除了一个问题 拿破仑当时乘船带了两千士兵到埃及 他们驻扎在埃及 金字塔大战大获全胜 但是当时法国仍在和英国交战 英国利用他们最强大的海军 他们派霍雷霄纳尔逊将军率领军舰 来到法国海军驻扎的地方 他们一举摧毁了法国海军 霍雷霄纳尔逊在尼罗河战役中 摧毁了法国的舰队 这是对当时情景的描述 这个人就是霍雷霄纳尔逊 这幅画描述了尼罗河战役 法军失败 拿破仑和其两千名士兵困在埃及 他们不知道如何是好 他们无法全身而退 后来拿破仑去了大马士阁 徐利亚 然后他引发了一系列的掠夺暴行 但是仍有疑问的是 他们如何回法国呢 像拿破仑这样 雄心勃勃的人 他不会在乎 他的军队的命运 当机会来临时 1799年 他自己一个人回国了 他抛弃了他的整支军队 由此大家可以看出 拿破仑的性格 他宁可把他的军队 留在埃及 留在叙利亚 即使他们有可能落到 奥斯曼人手中 他也毫不在乎 然后他自己一个人 偷偷溜回了法国 1799年 拿破仑回到了法国 我写在这里 拿破仑 刚回国 他就发现 执行官已经受到了民众的非议 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讲了这么多法国的政府 他们都没有受到民众的欢迎 民众仍在挨饿 法国仍然很贫穷 之前讲过 法国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财政赤字 民众挨饿 这些问题新政府都没有解决 因此所经历的这么多战争之后 执行官开始不受欢迎了 有两位执行官 事实上是三位 他们想要和拿破仑联合 因为他太受欢迎了 他们策划了政变 这样他们就可以掌权了 他们告诉立法会 他们通常在杜伊勒理工会面 雅各宾派正在密谋造反 立法会很危险 他们建议立法会去巴黎西部躲一下 这儿是巴黎 是他们通常会面的地方 他们告诉立法会 去巴黎西部的一处庄园 立法会听了他们的建议 拿破仑保护他们 拿破仑和他的军队保护他们 他们到了那里之后 拿破仑与他们进行了会面 拿破仑宣称立法会已经不合法了 拿破仑想要掌权 立法会把拿破仑推了出去 但是拿破仑出去之后 他的哥哥指着拿破仑的伤 他告诉外面的军队 里面的立法会 发生了暴力行为 他告诉军队应当冲进去控制局势 军队相信了他的话 他们冲了进去 最终众议院被解散了 立法会也被解散了 拿破仑控制了军队 解散了立法会 拿破仑 以及两位谋法的执行官 控制了法国 他们变成了法国的三位执行官 他们建立了新的执行机关 很快起草了新的宪法 新宪法正式确立了 拿破仑对法国的统治 虽然他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掌权 但是他自己被称为 第一执行官 他变成了法国的独裁统治者 我们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开始 推翻了路易十六的君主统治 到现在1799年 十年间 在发生了这么多流血战争之后 在这么多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之后 拿破仑最终 控制了法国的局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